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压回的影响 我们看到夹权指数开低之后 一度的还下跌接近百点 对不对 跌了98点 不过尾盘这个跌是有做收链 最后是下跌52点 收在10662 好 那对于美股的部分 我先前在年前跟各位讲过了 美股在经历两个礼拜 那两个礼拜的时间大跌超过3200点之后 基本上它整个修正的幅度已经接近满足 我说过这样的一个修正 它不是一个多头趋势的一个反转 而是一个多头架构下的一个 所谓的总体的一个终极的一个整理 因为毕竟我说过这一段时间 涨了一年的时间 从17888涨到26616 这中间并没有明显的修正 所以当然有整理的必要 而且当时引发行情压回的 也不是景气不好 也不是基本面的问题 而是什么样 而是景气太好了 好 那我说景气太好 结果股市往下掉 绝对没有这种逻辑 所以就是因为它位阶太高 所以它继续整理 对不对 那既然只是一个多头的整理 而且我说过 经过了两个礼拜将近3300点的修正之后 它的整理已经接近了一个满足 为什么说它的整理已经接近满足 除了说整理的幅度 压回的幅度 接近了黄金切割率0.382 0.382这个位置之外 这过去讲过 都不再花时间去说了 对不对 另外一点 各位有没有发现 美股现在对于利空的一个反应 已经开始出现顿化的一个现象 既然对于利空的反应出现了顿化 就代表它的底部已经不远 那为什么我说它的利空形成是已经开始出现顿化 各位想一想 你稍微回想一下 当时美股修正了3000多点 两个礼拜的时间 为什么 我说是因为当时因为公布出来的总体数据太漂亮 所以市场预期 我强调是市场预期 对不对 当时联准会都没有讲什么 只是市场预期 哎呀 这个数字这么漂亮 对不对 联准会一定会有一些动作 只是市场在猜 光这样猜不得了 一猜 你看2月5号跌了1175点道琼 有没有 到了2月8号道琼继续再跌 1032点 两天跌了2000多点 单日跌点都超过1000点 2月5号2月8号有没有 只是市场在猜哦 就跌成这副德行 那现在呢 各位也看到了 昨天美国的联准会 FOMC的一个会后记录出来了 这一次不是猜咯 这一次其实白紫黑 就写得很清楚 联准会已经在暗示 他说如果经济数据 继续这么漂亮 继续这么亮眼 就是景气 持续热弱的话 那么不排除怎么样 不排除 我会加快升息的脚步 这一次是联准会 已经摆明了 这样讲咯 对不对 那我只问各位 先前光是用猜的 就跌了2000多点 对不对 有2000是跌超过1000点 那这一次联准会 都摆明了 讲这么清楚了 我请问各位 昨天美股有没有大跌 有没有跌1000点 没有啊 美股只跌100多点 先前光是猜 就跌1000多点 而且还连跌2000 那现在联准会 都讲得这么清楚 这么明白了 结果呢 只跌100多点 是不是如我所说的 对于讯息利空的一个顿化 已经逐渐在形成 好 所以我不敢讲 从现在开始 美股马上要回到上升轨道 马上要再去突破26616 我不敢这样讲 但最起码 因为毕竟 它总也要去化解 现在整个技术面上面的一个劣势 你要去整理的时候 需要时间 但是我说过了 既然行情的压回 它不是趋势的反转 既然对于利空的一个 所谓的敏感反应的一个情况 已经出现顿化 那么我认为23360这个低点 再跌破 的一个机会不大了 充其量就是对应这个23360 怎么样 下来打第二只脚而已了 好 那整理过后 我认为美股很快就会回到上升轨道 很快就会再去创新高 那如果美股未来很快回到上升轨道 很快再去创新高 你说台股 独自往下掉吗 不可能吗 当然也是跟着往上再去创新高 所以我说今年 今九年 它就是延续去年 今今年的多头架构 今年势必怎么样 要继续往台股的历史高点 12682来做一个挺进 只不过 它也需要一些整理的时间 去化解目前技术面的一个劣势 可是目前整个多头的一个架构 多头的气势正逐渐在凝结 你看今天即便压回 这个是一个运线形态 参考意义不大 还是看这根红棒 而这根红棒 它形成的是一个倒形的反转 是一个攻击架构 目前没有任何的改变 对不对 尤其今天压回量是缩下来 只有1200多亿 所以价量也没有失控 所以在在都证明 只要整理过 这不是趋势的反转 而是多头架构下的一个中期整理 整理过后 回到原来的上升轨道 终究还是要去创新高 好 那既然美股的修正已经到了满足 而台股的趋势也没有任何的改变 终究还是要回到上升轨道 还是要再去创新高 所以我说等到市场这些不确定因素 慢慢的淡化下来之后 先前离场这些资金 尤其在年后 当时我在年前讲得很清楚 因为当时卡了一个八天的一个封关 有一个八天的连续假期 所以很多人宁可先退场 可是当这些资金 在年后会陆陆续续的归兑之后 怎么样 他一定会买最好的股票 那什么是最好的股票 当然是趋势最明确的 获利最好的 技术面可能是最优的 又或者它的筹码面的一个状况 是最漂亮的 终究资金还是要回来买这些股票 那这些股票被这些资金一进入之后 它必然要马上大涨 那年前因为受到美股的影响 这些股票被错杀大跌下来 但是你明知道年后资金回流之后 它都会大涨 所以我是不是告诉你 年前我就说过了 这些股票既然年后要大涨 年前为什么不把握机会 大减便宜 这是难得的机会 有没有 就好比说 你看 这一档1597的值得 这一档我是不是年前就叮咛各位的股票 有没有 你看 昨天金狗年开红盘 它起开得胜 一拉就是涨停板 而今天第二天金狗年的第二个交易日盘中再攻上涨停板 而且再创下颇段的新高150块钱 昨天涨停 今天再涨停 这档股票来 先看看我今天怎么告诉会员 恭喜大家 过年前我们全力买进并且加码的1597值得 昨天涨停 今天再度大涨 好 那年前就告诉大家自动化设备跟机器人的趋势 是今年最受瞩目的 线性滑轨 滚珠裸杆 都是这些设备不可或缺的一个要件 尤其一月的营收年增162% 相当漂亮的数字 好 那今天已经创下历许新高 好 所以过年前有跟着我们大买的人 目前都是大赚的 恭喜大家 大家持股全数获利许 过年前 有没有 这辆股票 我是在2月2号 带我们家族成员买进的 第一时间在节目里面就跟大家分享 有没有 那一天 平盘128块 从它开盘一直到一点之前 有没有几乎都在平盘附近 所以你需要追吗 你不用追 不用抢 买得轻松 买得愉快 买得充容 有没有 当时在128块附近 有没有 甚至于 在年前经过了美股的一个大震荡盘中 大跌270点 你看 开低之后 一路的向上走高 一跌下来 马上就有人买上去 为什么 因为内行人一看 这种有本质的股票被打下来 难得的买点 赶紧就进去买 所以你看 即便大盘中错 它还是历史强掌 那等到大盘怎么样 一回稳 立马又跟着再涨 有没有 所以你看到今天 你看到今天 已经来到150块钱 我在128块附近 在年前叮咛各位的 今天150块钱 而且是创下历史新高 什么叫历史新高 从2月2号 我带着各位买进之后到今天 不论你哪一天买 哪一个点未买 你到今天都是大赚的 这叫创新高 对不对 不是事后 我再放马后炮 所以你看当时 在年前 我说过这些被错杀的股票 你一定要好好的把握 有没有 年后资金一回流 有没有一档一档的蹦出来 我想值得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两天两根掌停 好 那除了1597的值得以外 还有一档股票 也是我在年前 我就邀请各位一起 怎么样 好好要来把握的一档股票 这档股票是什么 这档股票 就是我在年前 揪各位一起来布局的 新春第一档 狗来付 有没有 当时在年前 我告诉各位 年后资金归对之后 就是买这种股票 所以年后怎么样 我们必然要大买 但是你看 我在年前 揪你一起来 他涨了没有 涨了没有 看图说故事 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的不了 有没有 当时还没有涨 有没有 尤其年前 也是经过股价被错杀 但是我说 即便他股价被错杀 可是有没有看到 一月的营收暴冲 创历史新高 有没有 那这种被错杀 但是业绩却暴冲的 法人 年后必然会大买 有没有 来 一月的营收 你看 过去一年 营收都是二字头 三字头 二字头 三字头 二字头 三字头 有没有 结果到了一月 一下子动到了五字头 这个五字头 跟去年同期来做比较 哇 居然增加了1.53倍 不是1.5% 是1.53倍 153% 加上股价被错杀 有没有 所以我说这种股票 年后我们一定要立马大买 因为法人就是会买这种股票 好 年后 昨天 是开春的第一天 它有没有大涨 我们来看 这档股票 来 昨天 它开平盘 附近 开平盘 附近 有没有 后来一路拉拉拉拉拉拉 拉到涨停盘 我想在K线上可以看得出来 它就是在平盘附近 它不是跳空涨停 让各位怎么样 要买买不到 它是开在平盘附近 开在平盘高一点 所以你要买绝对可以买得到 这是我在年前就邀请各位 年后你必然要大买的股票 有没有 昨天开平之后 一路拉高拉到涨停盘 有没有如我们的预期 一开春 而且是第一天就开始发飙 有没有 昨天拉出第一根的涨停盘 而且今天怎么样 今天再来一根 为什么今天再来一根 因为市场的资金持续的涌入 而且你看 这种股票不是让你买不到 跳空涨停 买不到 你看 第一天开平盘附近拉高 今天也是开平盘附近拉高 有没有 你看K线 那个都解释一切了 有没有 再对照一下 年前就你一起来布局的时候 涨了没 没有 在这里 是不是在这里 年后两天 两根涨停盘 有没有 如我所告诉各位 年后的资金 就是买这种股票 那我相信 我说过 最好的 当然是要留给我们的家族成员 对不对 但是即便你还不是我们的家族成员 投资朋友 我从年前就只有你一起来布局这档股票 所以从年前 甚至于在年过年的这段时间 我们的特别节目里头 有没有 我们也持续的邀约各位 所以这段时间 无论你是哪一天打电话进来的 我相信 只要你有打电话进来 到今天 你也必然都知道这档股票是什么 对不对 两天 两根涨停板 开不开心 对不对 好 那今天 我索性怎么样 好人做到底 我利用今天 他拉出第二根涨停板的同时 我在这边干脆就把它公开送给大家 我们来看看这一档 新春第一档狗来富 两天拉出两根涨停板的 到底是哪一档股票 来 准备好了没 注意看 要打开了 这一档新春第一档狗来富 就是6237的华讯 就是6237的华讯 好 我们来看 到底是不是6237的华讯 来 昨天涨停的是不是华讯 来 我们说一月营收报冲写下历史新高的 来 是不是华讯 还是华讯 对不对 甚至于我在年前还没有涨之前就邀请各位 有没有 年后法轮会大买就预期法轮会大买的 是不是还是华讯 是不是还是华讯 所以投资朋友 我说年后资金归对之后 买的必然是盘面上最好的股票 尤其如果它的股价被错杀 它的附加价值更高 那更是法人会触有 争先恐后要买的股票 对不对 你看 除了刚刚的值得 除了刚刚的值得 你看华讯 是不是也是一样 我们的狗来富 有没有 也是两天两根掌停板 而这些 我不是时候放马后炮 对不对 我从年前 我就邀约各位 值得是如此 狗来富也是 你有看节目 你应该都很清楚 对不对 尤其你有打电话进来 你告诉我 到今天 难道你会不知道是华讯吗 是不是 所以 我想 讲到这边 完全在我们的掌握 对不对 那当然 已经涨上去的股票 我说过了 你也不要自己再去追了 你也不要再去追了 如果你真的想去 寻找它的下一个切入点 你可以一通电话 我很乐意告诉各位 该怎么样来掌握 华讯也好 值得也好 他们的下一次的切入点 不过除此之外 你现在还有另外一个选择 因为既值得 既华讯我们的狗来富 相继大涨之后 接下来我们全新要大买的股票 就是这一档 因为新春第一档 狗来富已经出去了 对不对 当然接下来 我们就是要布局新春第二档 也就是这一档股票 下一座矿山 下一座矿山 那为什么叫下一座矿山 又为什么 下一座矿山 有什么样的一个利基点 我们要在这个时候 要赶紧来卡位 这个我们下个阶段回来 继续再聊 欢迎回到现场 开春的第二个交易日 今天大盘受到美股的影响 压回52点 但是我们看到了 即便大盘受黑 但是好的股票 在资金回流 资金的触涌之下 是不是继续的 往上再做公告 尤其我在年前 所叮咛各位的这些 被错杀的股票 资金必然要回流的标的 有没有 包含你看1597的值得 今天拉出第二个的掌停板 同时创下了150块钱的破坏新高 从当时年前128块 带着各位切入到现在 你看都已经22块了 除了值得以外 从年前 甚至于过年期间 我们的特别节目里头 一直邀约各位 年后必然要大买 这档狗来复 开春第一档 你看到今天 第二个交易日 也拉出第二根的掌停板 这是6237的滑讯 有没有 所以我想 我说年后 当盘面的一些变数 包含美股的变数 因为美股修正满足了 对不对 那另外 长假的效应 也已经不存在了 所以变数消除之后 自然资金要回流 而回流自然买最好的股票 趋势明确的 基本面最好的 就是他们的首选 尤其是被错杀了 我想从值得 从狗来复 这个6237的滑讯 都可以得到证实 对不对 好那既狗来复 既滑讯 大涨之后 我说接下来 因为资金是陆陆续续的归队 所以好的股票 当然也会一档一档的 陆续的发动 好那既值得 既滑讯 大涨之后 接下来会轮到谁 我认为接下来 就是这一档 下一座矿山 好那这一档股票 也是你明天怎么样 我认为 你一定要全力买进的 一档标的 那为什么叫下一座矿山 我相信 讲到挖矿 这个热潮 大家都知道吗 你看光是这档股票 有没有 6150的这档汉逊 有没有 今天还在涨停 今天还在涨停 你看这段时间 都涨成什么样子 有没有 但是我说过 你只要认识我够久 这个比特币 超货币 莱特币 以太币等等 这个挖矿 从去年的5月 还没有人在讲 这个题材的时候 我就率先帮助各位 先掌握到的 当时的你看 汉逊 是当时我们提醒 各位的股票之一 包含像 什么3661的世新 创意等等 这个我就 过去的历史 我就不再多讲 现在当然 一些都已经长成 不知道什么样子 但是我要提醒各位的是 人家已经挖过的 人家已经挖过了 你说从里面 还要再找出 一些大的宝藏 这个困难度 就比较高了 所以对于比特币来说 我认为已经挖得差不多了 所以这个时候 你应该把注意力 移转到哪里 移转到莱特币 又或者以太币 所以这个部分 是你接下来 要去留意的 而这个下一座矿山 就是具备这样的一个题材 而且这个下一座矿山 我认为 也是这些 挖矿的这些矿工们 他们下一个目标 好 那这一个 我说过的 它是挖矿热炒的典藏板 什么叫典藏板 就是被忽略掉的 那讲到这个 各位有没有觉得很熟悉 就好比说这档光节 当时我送给各位的红包股 有没有 当时告诉各位 它是被动元件的移住 被遗忘的 市场终究还是要回来买这种股票 后来有没有大涨 对不对 所以这档股票一样 它是被遗忘的 一个或者说被忽略的 一档挖矿热炒的 一档概念股 所以终究市场 还是会来买这个 我说是矿工的下一个目标 有没有 那具备了主机板 汇图卡 检测大厂 还有车用的一个题材 最重要的 它是一档中低价股 不是高价股 结果今年 还能够有高配息的题材 有没有 这个题材是不是很丰厚 另外毛利率高达53% 这不是IC设计 能够有这么高的毛利率 所以你看 这后续的爆发力道 你可想而知 对不对 尤其是它被忽略的 终究市场 还是会重新回来买这样的股票 所以这一档下一座矿商 我说过 是你明天怎么样 你明天一定要全力锁定 并且全力要去买进的 一档股票 而这一档股票 今天你只要完成登记 登记就好 登记预约的手续 你明天就能够跟我们同步 来做买进的一个动作 今天只要完成登记预约的一个手续 明天就能够跟我们同步 来做买进的动作 我说过 这个是你明天一定要务必全力买进的标的 千万不要错过 现在就完成登记预约的手续 明天再会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险胜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